到了 2018 的今天 很多人都在問邦尼 手機長得越來越像 功能也越來越雷同 但在價錢上同樣的規格 從 13999 一直到 3 萬左右都有廠商在賣 那究竟差在哪裡 我想作為一線的幾間 Android 大廠 例如 HTC、Sony、三星等等 都能夠在手機的深處 找到更多年年累積下所產生的細節 或許這些細節我們不曾發現 但卻深深影響著消費者的一切體驗 而這也是其他廠商短期內做不來 也跟不上的絕對優勢 而三星的 Galaxy 經歷了這麼多年頭 也算是背負著如此精英的手機 Note 9 作為三星背水一戰的旗艦級產品 也讓我們更拭目以待 三星在 Note 系列端出什麼新科技 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從打開包裝的那一刻 就能夠看到 三星在用戶體驗優先級還是相當高的 除了隨附閃電快充的快充頭 傳輸線等基本配件外 也隨附了跟 S9 一樣 價值接近3000 台幣的 AKG 耳機 當然原廠透明清水套也不能少 在材質上比較偏硬 相信對於一般使用者來說 防護性還夠撐一陣子 如果怕摔機的使用者 也可以選購我們有開箱過的 犀牛盾軍規耐摔保護殼 這次犀牛盾一樣有針對 Note 9 推出相對硬的保護殼周邊商品 詳細介紹可以到資訊卡觀看我們的完整介紹影片喔 另外三星也隨附了一個相當特別的 OTG 轉接頭 這也是邦尼想介紹的第一個不同 想必大家在換新手機的時候 轉換資料是最麻煩的吧 尤其跨平台轉換基本上更是天方夜譚 不過有了這個 OTG 轉接頭 只要接上 Note 9 再把傳輸線接上舊手機 無論是 Android 還是 iOS 都能夠透過一條線直接轉換 如果兩邊都支援轉換 你的資料大致相片 影片 APP 小支聯絡人 通話記錄 簡訊 設定 鈴聲都可以一鍵轉換 除此之外 如果不想用線 也可以透過無線的方式達到一模一樣的效果 對邦尼來說雖然一台手機只會用到一次 但卻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這也是新品牌比較難快速跟上的小細節之一 外觀部分 Note 9 一樣保留了 Galaxy 系列一脈相承的雙曲面ID 頂部部分擁有雙SIM 卡 雙4G 以及 MicroSD 的三選二卡槽 底部則保留了 3.5mm 耳機接孔 Type-C 接孔 麥克風 喇叭 以及 S Pen 右側部分只有一個電源鍵 左側除了有一體成型的音量鍵外 也保留了 S9 開始的 Bixby 按鍵 三星的 Note 系列設計一直都很鮮明 雖然 Note 9 沒有太大的改變 但不論在手感或是按鍵擺放的位置 都已經相當穩重成熟 點亮這塊 6.4 吋 QHD 18.5.9 Super AMOLED 只有一句話想說 在顯示器的表現上依舊只有三星能夠超越三星 換句話說 邦尼團隊還是認為 在手機上 OLED 陣營短期內還是相當強勢的 不論在色彩的顯色上 或是 AMOLED 天生的飽和度 對比度優勢 都是目前相當驚艷的一塊螢幕 甚至解析度到了 2K 在亮度上都有相當驚人的表現 雖然高亮度下 AMOLED 容易烙印 但 Note 9 的這塊螢幕 卻是少數在大太陽下能夠清楚看見內容的 2K 顯示器 在亮度上確實相當足夠 這點確實值得鼓勵 另外 Always On Display 或是在充電時能夠開啟的螢幕保護特效 在 Note 9 上也更增添了一點科技感喔 說完了顯示器 再來看看音效部分 三星從收購了 Harman 集團後 在音效上也注入了一股心血 詳細的內容可以參考邦尼邦尼先前推出的 S9 深度評測 在 Note 9 上依舊還是由 AKG 來操刀 當然也還是支援 Dolby Atmos 除了隨附的 AKG 耳機 在外放喇叭上也採用雙喇叭的配置 邦尼在聽過 HTC Boone Sound Sony 的 S-Force 之後 深深覺得有了 AKG 的三星雙喇叭 也已經到了一個全新的層次 接下來我們就來聽聽 Note 9 跟先前幾支旗艦的實際外放效果吧 可以明顯的聽得出來經過 S9 的經驗後 Note 9 的喇叭 除了在中高音都有更好的解析力提升外 跟 HTC Boone Sound 的重低音 或是 Sony S-Force 的高解析相比 Note 9 可說是絲毫不遜色 跟 S9 比起來更是少了聲音被悶住的聽覺感受 目前在影音娛樂的部分 Note 9 還是 得分 Samsung Galaxy Note 9 在拍照上依舊強勢 在 DXO Mark 上跟 U12 Plus 以 103 分並列雙鏡頭最高分 規格部分搭載 1200 萬加 2 倍焦距的 1200 萬雙鏡頭 並且在兩顆鏡頭上都有 OIS 光學防手震 主鏡頭上一樣擁有智慧雙光圈 可以自動切換 F1.5 及 F2.4 兩種不同大小的光圈 這時候問題就來啦 究竟雙光圈可以做什麼 幫你一次講清楚 以往的相機廠商為了要讓手機能有更多的實用場景 所以會選擇光圈大的鏡頭 讓相機日夜拍都能用 但光圈變大在光源充足的環境下 相片的細節會有所損失 所以 Note 9 搭載物理性的光圈切換模組 分別是 F1.5 跟 F2.4 的兩組光圈 透過我們的樣張對比可以看到 F2.4 的光圈雖然進光量較少 但放大到右側把手邊緣 可以明顯地看到 相比起來影像更為銳利 細節更豐富 有利於大部分的日拍環境 不過在景深上就沒有那麼明顯 而到了夜晚 Note 9 就會切換到 F1.5 的大光圈鏡頭 應付低光源下曝光不足的問題 雖然畫面更亮了景深也更明顯 但同時也犧牲了細節 如果還是有聽沒有懂 邦尼團隊也整理了表格讓大家一次看懂 不過總歸一句話 不是專業的攝影玩家 打開來直接拍照就可以了 相機會自動調整到最好的狀態 直接來看樣張吧 第一組樣張 我們還是從天空 綠樹 地板 還有建築物出發 可以從畫面上看到我們拍攝的樣張 當天的天氣是標準的台北陰天 在天空的 HDR 效果上可以看到 Note 9 跟 iPhone 10 的雲層表現 還是比較有層次的 看到 iPhone 10 的左側還是有還原出遠方的陽光與灰 Note 9 的表現也還算不錯 其他兩支則是已經過曝了 而在排平衡上則是 Note 9 有更好的表現 飽和跟對比也更接近肉眼所見的狀況 建築物上小米的 AI 還是維持一貫的風格 在立體感上更加強烈 Note 9 的 AI 則是介於真實跟風格化之間 整體的畫面風格跟調色也相對更討喜一點 下一組一樣可以看到 iPhone 10 的 HDR 在陰天的雲層表現 還是有很高的水準 這也是 iPhone 10 的 HDR 能夠大展神威的時候了 看到 Note 9 雖然損失了雲層細節 在白平衡上稍微偏冷 但前景的綠樹 HDR 表現 則是最優秀的 小米 基本上已經完全不尊重現實世界 所以我們就讓它留在童話故事中吧 接下來這組樣張是最近在媒體上討論度頗高的大樓 這樣的大樓呢 除了有跑車專屬電梯外 還有 啊 不是 我是說 放大來看啊 Note 9 的 HDR 表現相比其他三支機台 在前景的 HDR 效果上稍微遜色 畫面曝光也稍微偏暗 不過接下來這組搭配著夕陽余晖的大逆光樣張 Note 9 不論在 HDR 飽和跟對比的表現 卻又是大幅度領先其他機台 在先前極端環境的 HDR 表現上 XC2 Premium 都得到相當好的成果 而這次 Note 9 的表現也絲毫不遜色 不論在色彩還原 或是強光邊緣跟前景的細節都非常優秀 小米雖然成功還原色彩 但放大到頭部來看 居然幫蜥蜴美膚啦 接下來這組 HDR 樣張放大到果實 一樣可以看到在減少細節損失的前提下 Note 9 的 HDR 表現更為優異 而在望遠鏡頭部分 搭載 1200 萬 OIS 鏡頭的 Note 9 幾乎只能用完勝來形容 不論在燈光充足的環境 或是燈光稍微昏暗的烏龜樣張 放大來看都能夠看到 Note 9 的細節 表現好像不少 而在 8 倍放大上 勝負就更明顯了 在其他手機都變成油畫的同時 Note 9 依然保留了最多的細節 在白平衡跟色彩上也都更接近真實 切一張的鏡牌樣張 放大到青蛙來看 可以看到 Note 9 在銳利度表現上 還是更為突出的 整體來說 Note 9 不論在白平衡 HDR 畫面的對比度跟飽和 都算是今年邦尼團隊體驗過最好的機台之一 不過穩定性上還是比較吃場景辨識啦 先來說一下小米的 AI 風格 透過畫面這兩張 在同一個時間 地點 角度拍攝的樣張上可以看到 在兩次的連續拍攝中 竟然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 AI 風格 所以應該可以得到米8 的 AI 在風格化的優先級更高 甚至接下來跟 Note 9 對比 就可以看到小米的 AI 已經進入具有相片風格的調色畫面 而無法顯示出真實的環境色彩 如果你問邦尼 這是不是一張好看的照片 或許我們會毫不遲疑地說 欸 還不錯看 但確實一張已經偏離真實的照片 最近大家更喜歡好看的照片 或是更接近真實的 AI 智慧相機呢 右上角投票告訴我們吧 我們也提供一組 Note 9 AI 開啟跟關閉的樣張給大家 可以看到三星的 AI 更偏向決定拍攝的數據條件 在真實的優先級上還是相當高的 搭載 F1.5 大光圈 在夜拍上就來到 Note 9 的主場啦 第一組樣張可以看到 XC2 Premium 整體曝光還是比較充足 在暗部噪點跟看板上的字體也更清晰 不過拉大到右上的高光區域 可以看到 Note 9 在 HDR 表現上依舊更為亮眼 而米8 的夜間邊緣模糊 跟拉高曝光的噪點問題還是比較明顯 下一組樣張也可以再次得到 擁有大光圈優勢的 Note 9 在保證畫面曝光的前提下 依舊能夠讓高亮區域有著相當突出的 HDR 表現 在暗部細節也控制得相當不錯 不過 Note 9 還是有先天弱勢的 跟 XC2 Premium 以拉高 ISO 作為夜間拍攝優先的機種相比 F1.9 加 1,900 萬畫素的組合 只要保證畫面純淨度 在畫面亮度跟曝光表現上 能夠得到比 Note 9 更好的表現 尤其放大來看 天生高畫素的 XC2 Premium 不論在純淨度或是噪點控制上 都有更勝一籌的表現 我們也提供 Note 9 的防手震測試 以及一些有趣的錄影小片段 還有日本製作主板 二芋立啫善 F1.9 耳電 F2.1 誤寬 AHH! F2.4 誤寬 ahhh! 自拍上依舊是 Note 9 的強項 前置八百万像素自拍镜头 拥有F1.7 的大光圈 不论日夜拍都有更好的效果 并且支援智慧美颜 不用修图就能把你拍得很好看喔 Galaxy Note 9 搭载三星自家的 Exynos 9810 处理器 128GB 版本则是搭配 6GB 的 RAM 实测上 Antutu 达到 245,671 分 在性能上跟 Snapdragon 845 相差不远 各项测试数据可以参考一下表格 更多更完整的测试结果请上 itsbunny.com 进行查看 实际体验上传说对决还是相当顺畅的 续航上则是搭载 4000mAh 的电池 PCMark 80% 到 20% 的实测数据 在 Full HD 的画质下达到了 10 小时 55 分钟 2K QHD 的测试下则是达到 9 小时 58 分钟 一天一充绝对没有问题 回血的速度上 Note 9 一样支援器无线充电 快充标准则一样维持闪电快充 所以邦尼觉得三星在充电上还是有可以再进步的空间 既然上了大电量 回血速度不够快可是不行的喔 不过在散热上这次 Note 9 也重新设计了 从 S7 开始就有的水冷系统 在 Note 9 上用上了所谓的碳水冷却系统 透过加入两片碳纤维材质跟更大的接触面积 让水吸收更多热能 并且透过蒸发跟冷凝的循环 让 Note 9 的散热表现更加优异 通讯上 Note 9 除了搭载双 SIM 卡双 4G 外 更支援 5CA 在通讯上也算是点满了 而在生物辨识解决方案上 三星依旧维持脸部加红膜组成的智慧辨识 大部分的时间下采用更快的脸部辨识解锁 只有在安全阶级高的 Samsung Pay 才会需要指纹或是红膜 这次 Note 9 的智慧辨识在速度上真的是有感提升了 虽然针对眼镜族红膜依旧不太友善 但三星的脸部辨识技术跟指纹辨识上 都有一个大幅度的进展 再也不会遇到像 S9 一样 红膜扫不过 脸部不认你 指纹又不灵敏的问题了 至少体验到目前下来 没有遇到严重卡关的时候 我想第一次接触 Note 系列的使用者 最常问到的问题就是 S Pen 真的有用吗 对于没有用过 Note 的使用者 肯定觉得阿不就一支触控笔 怎么会让手机更好用呢 所以邦尼团队想让大家回到原点 一起来体验 S Pen 当然我们也会照顾到 Note 的爱好者 也会来说说这次多了蓝牙的 S Pen 究竟有哪些不同吧 Note 9 所搭载的 S Pen 一样拥有 4096 阶的细致感触 你的书写力道会直接反映在萤幕上 笔触过度上也相当自然细致 这次更支援随抽随写的功能 只要抽出 S Pen 就可以直接在萤幕上书写 搭配这次黄色的触控笔 写出来也是黄色笔记 一体性相当强烈 另外加入蓝牙连结的 S Pen 也可以当成远端控制的小工具 除了可以在距离 10 公尺之外远端拍照 甚至也可以当作简报器远端操控 PPT 除了这些你还可以针对每一个 APP 设置专属的功能 例如在 YouTube 中可以由 S Pen 控制播放 暂停切换下一页 或是在相机中按一下拍照 按两下换相机等等 Galaxy Note 系列依旧是 Android 阵营值得期待的经典 在大家都是 Android 家庭的前提下 新品牌在功力还在酝酿的阶段 时常透过硬体来满足消费者的胃口 但对看了这么多旗舰的邦尼团队来说 一线的国际厂依旧有更多 城下器来做的优化细节 三星 Note 9 采用三星沉淀仪9 的全面屏 加双曲面设计 ID 在影音娱乐上更可以说是目前最好的显示器 搭上目前最好的外放喇叭 相机部分不论日夜拍 都有相当优秀的表现 在 DxO 更达到 103 分 即使导入 AI 也还是将还原真实 放在相对前面的优先级 而 Bixby Vision 虽然在台湾形同花瓶 但还是相当期待后续导入 性能部分搭载三星自家的 Exynos 9810 加 6GB 的 RAM 撑不上顶尖 但玩起高效能游戏绝对不输今年旗舰 续航则是搭载 4000 毫安时 足够让你使用一天半 重点是在系统体验 影音娱乐 生物辨识 跟 S9 相比都有更大幅度的进步 也算是把今年欠大家的一字补满 而至于 S Pen 有没有用呢 我只能说连先前唾弃 S Pen 的邦尼 从 Note 9 开始都爱上 S Pen 了 所以绝对会建议大家 就算没有要入手也去玩玩看喔 Note 9 是邦尼目前体验下来 缺点最少的一部手机 好啦 本期节目结束了 不要忘记右上角对 Note 9 进行投票 或是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S Pen 或是底下留言告诉我们